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神的话语是 彼得前书的一章18到25节 给大家带读一遍 知道你们得赎 脱去你们祖宗 所传流虚妄的行为 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 那是凭着基督的宝血 如同无瑕疵 无玷污的羔羊之邪 基督在创世以前 是与先被神知道的 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 你们也因着他 信了叫他从死里复活 又给他荣耀的神 叫你们的心心和盼望都在于神 你们既因顺从真理 洁净了自己的心 以至爱弟兄没有虚假 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 你们蒙了重生 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 那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 世界的神活泼长存的道 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 他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 草必枯干 花必凋谢 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 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 阿们 我们今天以彼得前述的一章 十八到二十五节读过的这段经文 为中心 围绕着耶稣 宝血里的人 不会被魔鬼欺骗 这样的题目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神今天为我们预备的恩典 如果神问我们说 我是谁 摩西就对神说 你是谁 他为什么这么问呢 因为神事先没有告诉他 没有小于他 但我们通过耶稣基督 已经是小于了我们 神是谁 那么如果神问我们 我是谁 我们要说 神那你是生命 这宇宙当中如果有生命 耶稣就不会以生命而来 没有理由来 所以这世上没有生命 但是生命来了 生命也是光 愿福音的一章里边 有这样的花语 神所拥有的生命 不是说像我们的性命这样 或七八十年 老了 就非常的丑陋的 死了 归到土里 它不是这样的生命 它是从永远之前活着 现在活着 将来活着 永远都活着 永远都活着的 这样的永远的生命 这样的生命 这样的生命只有神 有 他为了把这样的生命赐给 没有生命 死了 就灭亡的我们世人 神自己的生命 神自己的生命 就是拆拍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了世上 在没有生命的这个世界上 在没有生命的这个世界上 神 以生命 拆拍来的耶稣 以我们是怎样 绝对需要的呢 这是对任何一个人都统一的 一样的 绝对需要的 本文十八节里说 知道你们得赎 脱去你们祖宗 所传留虚妄的行为 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 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 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 我们从祖宗开始已经死了 已经是丧失了生命的人了 所以我们对于生命啊 没有什么意义 就是挣扎着靠着性命而活 虽然是结极的挣扎 但是在某一瞬间呢 发现老了 那么世上的物质文明啊 就是说 有一种化妆品可以去皱的 你抹上以后呢 皱纹就没有了 大家你们见过吗 有去皱的化妆品吗 我没有见过 抹了这个化妆品啊 你可以年轻几岁 你们见过吗 那它可能暂时呢 能有这样的效果 但是呢 却不能叫本质发生变化 人呢 是多想活在这世上 才这样的上当呢 大家我们深深地思索 这个世上呢 我们有什么指望呢 生下来 在岁月里呢 就得死 没有指望 所以 在没有指望的这个地方 耶稣来 要将永远活着的生命 赐给我们 那它与我们是怎样的 哀切的 恳切的 确实的指望呢 可是我们关乎耶稣的生命 赐给你 叫你得 我们呢 也没有一个 恳切的关心 那么来次生命的主 是多么的不自在呢 所以呢 约翰福音里面呢 主耶稣就说 不要叫我的喜乐 存在你们心里 有好几节这样的经文 什么意思呢 就是 他把他自己赐给我们 叫我们靠着他的生命而活 这就是他的喜乐 那为了叫我们 有满足的喜乐 他要赦命做俗家 但是他也喜乐 我死一百遍 只要你能靠着我的生命而活 我就喜乐 可是我们大家 我们对主 做了什么 就喜乐呢 耶稣 耶稣呢是圣肉身 是圣洁的神 皮带肉身 来到世上的 魔鬼呢 就对耶稣 以 与神的指引 无关的这些东西 来狡诈的 试探耶稣 世上亚当以后所有的世人 对于魔鬼的诡计的试探 无一例外的呢 都绊倒了 但是 唯有对耶稣 魔鬼呢 却失败了 耶稣呀 他说耶稣啊 为什么 你不是进食了四十昼夜吗 在这犹太的旷野 那该多饿呀 你不是神的儿子吗 那对于神的儿子的这一事实呢 主的百姓不知道 但是魔鬼知道 你吩咐着犹太旷野的石头 成为食物 许多人看见你拿着吃 一定会相信 这个人是神的儿子 这是哪里来的神迹呢 犹太旷野 所有的石头 怎么能成为食物的呢 我们只要有这个人 我们就能活 他是我们的弥赛亚 难道不会这样的对待你吗 我们的主就说 人的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 凭着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 也就是说神的话是生命 得靠着生命而活 大家我们承认的阿们 那食物呢 能叫人的生命 补充多久呢 完全不能补充生命 能够补充肉体和性命 那么永远的生命 对我们的灵活 全没有任何的补充 大家我们承认的 我们本质上是一个属灵的存在 回答阿们 我们的本质的存在 是一个属灵的存在 如果不了解这一点的话 它不会不被食物欺骗的 所以说 信仰生活呢 就因为吃喝的问题 而不能用心 就把灵魂呢 给丢到了虚妄的地方 要得的生命 没有得着 所以看到这些 很令人可惜的一个事实 就是知道什么是信仰生活 的人看见都觉得可惜的 何况主看见以后呢 又是怎样的觉得可惜呢 第二次呢 这魔鬼呢 就带耶稣上了圣城 叫他站在殿顶上 对他说 你跳下去 那个国家的 圣殿下边的地呀 完全呢 是石头 石头呢 还不是普通的石头 是非常坚硬的磐石 大家现在我们到圣殿山 去看一看 就知道那都是石头 跳下去肯定是死的 他就说了 经上不是记着说吗 主要为你 吩咐他的使者用手 拖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你跳下去试试 你跳下去的瞬间 主的使者用他的手 拖着你的脚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了 那么许多人看见 哎呀 这个人从这样高高的垫顶上跳下来 都没死 天使拖着他了 天使保护他的 这真是神的儿子了 是不是这样子呢 主来到世上的目的 不是为了要从垫顶上跳下来 他披带的是肉体 那么魔鬼就以为他跟我们的肉体一样 这样的话你有名誉 你有荣耀 许多人也给你鼓掌 说你是弥赛亚的不是吗 那那个时候主耶稣就亲口说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主说的话呢 不管你是不是都会成就 你没有必要示娃来再信 也就是说我就怎么说怎么信 因此呢 我们呢总是能行吗 哎呀 我就这样做了神能成就吗 所以呢 我们总是这样试探 心才不过如此 我们知道主耶稣来是要赐他的生命 他是为了从垫顶上跳下来吗 那跳下来的话就能把生命赐给我们吗 所以这跟主耶稣来的目的呢 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 魔鬼就讲这样的话 八到十节 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 这后呢 对他说 你若腐败我 大家如果是败的话 那么 人们都希望别人呢 对我能够点头哈腰 表面看起来呢 这是在人生生活的过程当中啊 很随便的事 可是呢 从属灵的角度来看 魔鬼的工作现在仍然在做这样的事 所以我们不认为如何呢 在家伙里边呢 在教认别人认知我 要理解我 要承认我 要对我点头哈腰 我们不要这样想 我们要希望主承认我们 我们也不过就是因为得到的恩典 而感谢才为了主做工作的 所以我们的这个目的是不能够出问题的 假如你腐败我 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耶稣就说 撒旦 退去吧 撒旦这话 是挑战者的意思 是掀起了革命的意思 是要破坏我的始终的意思 也就是说你是我仇敌当中的仇敌 你退去吧 因为经上记得说 当拜主你的神 你单要侍奉他 那我们不管谁说什么 我们只要单单的侍奉神就可以了 不管谁说什么 我们也不要试探神的话语 只要去顺畅你就可以了 不管谁说什么 我们也不是说食物呢 是首要的 我们是要工作的 但是呢 这里说不是单靠着食物 食物是肉体存在的时候 需要的 为什么需要呢 是为了过信仰生活 是为了照我的灵魂和生命 但是 如果有生命的话 那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指望呢 那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指望呢 造比粮食 你们是不是把神的话语放在守卫而活的呢 那么为什么跟大家说这些呢 就是我们里边没有生命 所以呢就挣扎着肉体活着呀 这样人的话呢 这答案是明白着的 所谓有永恒的生命呢 就是说照着神的生命的话语去活 照着神的话语去活 敬畏神而活 而且呢 接受神生命的供应 那我们听到就是为了得生命的供应 得恩典呢 也就是说呢 你得到了生命的供应 如果不这样的话 我们的生活有什么价值呢 等性命结束 那这人瞬间 他还有什么价值呢 那活着的时候 那个人呢 曾经是这样的人 有什么用啊 已经死了 另外我们活着呢 不是为了得谁的掌声 而是要为了我自己的树林 幸福而活的 主耶稣来到世上 是为了成为什么英雄吗 那么主耶稣医治人的疾病 也赶鬼 也叫死人复活 人们呢 就要抓住耶稣 叫他做王 那么主耶稣 做王了吗 完全拒绝了 因为主耶稣来到世上 不是为了得名誉 他的名誉呢 甚至呢 凄惨的呢 死在了十字架上 啊 耶稣被定死在十字架上了 那又比这更严重的 一个名誉的赫索 而且在彼拉多的庭院里边呢 彼拉多下的死刑 的命令 整个的犹太人都说 定死他 定死他 说他化了亵渎神性的罪 这是挑战神的 就是亵渎了我们的 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挑战了我们的神的 必须要定死他 主耶稣必须要死的 这样的罪名而死的 有什么名誉呢 所以主耶稣来到世上 是为了得什么名誉吗 主耶稣呢 从始至终都没有给我们夸耀 他的什么名誉 没有 这是他的名誉受损来着 可是他死了复活之后 那他的名誉呢 就是鬼退出去 疾病得一致 我们打告的时候呢 都要回应 这是以他名字的应许 赐给了我们 所以他生命的力量 也通过他的名字呢 大大的章起来全能 我一直都没有祝福你们 这个名字呢 是属于你们的 耶稣来到世上 不是为了要 做世上的支配者 得天下的万国 和万国的荣华 那如果主耶稣 要做世上的支配者的话 本来所造的一切呢 就是主的 主造的 那么魔鬼就说 我给你 有必要从魔鬼那里 调吗 魔鬼已经是被灭了 已经是关在黑暗坑中了 所以对他的话 有什么价值呢 这就是为了给我们显明 魔鬼是怎样的存在 他怎样的诱惑我们 教主的意思是说 我没有上当 你们也要像我一样 不要上他的当 你们里边呢 所知的一个永恒的生命 不要被夺去 你要知道最有价值的是 你里边的生命 善得儿子耶稣基督 他就是神 他是全知的 他是全能的 他已经知道魔鬼的诡计 他知道魔鬼的诡计 要做的事 他来就是为了 除变魔鬼的作为 魔鬼的作为是什么呢 就是你照比神的话语 你要先重视实物 这就是魔鬼的作为了 魔鬼的作为还是什么呢 你什么也是英雄啊 你是有名誉的 了不得的存在 这就是魔鬼的作为 魔鬼的作为呢 还是 你要带着天下的万国的荣华富贵 来支配天下呀 这都是魔鬼的作为 这里面都是充满了属情义的罪的 所有的罪呢 都是装在这个大包裹里的 所以主要说来一定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那如果我们在座内有这样的人 主要除灭的 这魔鬼的作为底头 那么我们担心的是 我也在里面 那怎么办呢 就赶紧地从里面出来 就说要叫神的话语 把我们救活 你不要试探神的话语 赵彼得天下的荣华富贵 你敬畏神 这是更有福气的 大家理解的阿们 约翰一书的三章八节里说 犯罪的是属魔鬼 魔鬼从起初就犯罪 神的儿子显现出来 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那如果要灭绝魔鬼的话 那我们怎么办呢 什么是魔鬼的作为呢 从亚当开始 不顺从 叫亚当违反犯罪 之后呢 叫人因为罪呢 被打不到地狱里 这是魔鬼的作为 主耶稣来就拦阻这样的事 灭绝魔鬼的作为 就是为了要除灭 让我们拉到罪死亡 地狱里的仇敌 将天国永生生命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一定要成为 跟随耶稣的人 那这样的人呢 就是知道 为什么要过信仰生活的人 他就知道 什么叫做信耶稣 多少人呢 都不知道了 什么叫信耶稣啊 西伯来书的二章 十四到十五节里 就说 儿女及童有 血肉之体 他也照样亲自成了 血肉之体 他要借着死 败坏了 人们多么怕死啊 人们多么怕死啊 哎呦死了怎么办呢 死了怎么办呢 死了怎么办呢 我们岩石中央教会的神徒们 如果谁要问 死了怎么办呢 我们想说 死了进天国嘛 有什么怎么办呢 死了进天国嘛 那活着怎么办呢 活着我们就造成的话语活嘛 我们有答案 我们活呢 我们就接着主所赐给我们生命 像没有这个生命的人呢 去传生命 死了呢 那我就进天国 所以我们活有答案 死也有答案 这样的人就都是有生命的人 就是有着耶稣所赐的 耶稣所赐的生命的人 我们主 如果你问他 死了怎么办 我们主的答案呢 就是我能复活 你们的答案呢 就是你们有生命 可是我们在死上没有答案 所以就担心 我死了怎么办呢 死了怎么办呢 如果这样的话 这样的人的说明 他里边还没有耶稣的生命 所以呢 才怕死 怕死 一生被奴仆 钱的奴仆 肉体 情依的奴仆 又因为肉体的思维 成为无数的物质文明的奴仆 你们手上的手机 叫你的肉体呢 暂时暂时的愉快的这些 里面有多少不该看的 就是你是奴仆 能叫你看你能不看吗 你是奴仆能不看吗 叫你做你能不做吗 是奴仆 是谁的奴仆呢 就是张词权的 就是魔鬼的奴仆 各位 大家你们今天要成为魔鬼的奴仆了的话 你要慎重来示唆 我们要成为神的奴仆 我们要去到神的国里面去 而绝对不能成为魔鬼的奴仆 到魔鬼的国里面去 我将来祝福你们 所以这是多么的重要的事情呢 大家我们看 魔鬼的工作 魔鬼他自己 魔鬼的作为 魔鬼的自己 他深知到 说那儿子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才拦阻前面的道路 因为主耶稣有肉体 所以他一定要让耶稣的失败 从开始就拦阻 可是我们的主呢 早就知道他 我们的主呢 是造的主 全能的 全知的 有能力 解决他的 而这位是我的主 而这位是我们的新郎 这位是我们的旧主 我是靠着他所赐给我们的生命而活的 那我们也不应该上当了 当然要胜过魔鬼了 亲爱的严世家人们 我们来看一看 试探耶稣的魔鬼的工作 魔鬼的今天也是一样 他试探我们的面貌 是以试探耶稣的面貌 一样出现的 这些我们要常常能发现 你们生活当中 哦 这个是魔鬼的试探 立刻可以判断 可以知道 因为呢 知道看到 有什么他能力的主在我们里头 圣灵的知识教我们就可以知道 圣灵的分辨力呢 可以教我们知道 而且呢 又让我们靠耶稣里面把他赶走 靠耶稣的全品把他赶走 靠圣灵的能力来把他赶走 我也祝福你们 因而来保守 你们里面的生命 所以我们要跟耶稣一样 必须要生个魔鬼的试探 魔鬼的他能给人食物 却不能将永远活着的生命的血来给人 魔鬼能给粮食 却不能给永远活着的生命的血 不能给我们永远活着的生命的血 这魔鬼的作为 他说你肉体需要的我给你 给你给你 你得得得 不管它怎么样 当你肉体结束的瞬间 一生也没有贵重 结果呢 就医生啊 医生因怕死而为他的农仆来着 那到哪里去啊 这真的是令人毛骨悚然的 魔鬼呢 能给人高位 给人权利 完全做得到 可是也不能把永远活着生命的血来给人 他绝对做不到 我们不要为了世界上的食物而兴奋 也不要为高位的名誉而兴奋 我们要为叫我们永生的生命的血而兴奋 魔鬼也可以把天下的荣华富贵呢 都给你 可是却不能把永远活着生命的血来给人 所以我们不要为天下的荣华富贵而欺骗 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 耶稣基督就是永远的生命 是全知全能的圣子 我们对耶稣是神 大家如果我们清楚的话 那么这多么的雄壮多么的伟大 多么的荣耀的事情呢 魔鬼即便把这身上所有的名誉都给你 我们称呼神为父的儿女的 这个名誉 他能比得上吗 他就把一些名誉都给我们 我们是耶稣的新父啊 哪有比这个名誉更大的名誉呢 所以啊 这名誉的权柄 和祝他儿女的身份 新的身份的这个名誉呢 赐给了凡信德的人 比如说 凡信德的必要神奇随着什么 要碰我的名赶鬼 说心方言 手能拿舌 我喝了什么毒物 也必不受害 受案病人 不能就避好了 伴侣们出去到处宣传呼吟 主与他们同在 用神迹 证实所传得到 这么伟大的身份 这是用天下的 荣华富贵 能得到的身份吗 或者地球上 所有的钱财 加在一起 对得山那么高 能做得到的吗 不是的 这是唯独 我们做神儿女 成为父的家的名誉 耶稣是我的新郎 我是他的新父 这是新父新郎之间的名誉 是我们得到他的 保险里面的生命的名字 耶稣名字的名誉 这是有富有的名誉 有权柄的名誉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因为 实际上所给我们的东西 就稀里糊涂的呢 就越过去 就被迷惑 约福音的十四章的六节 耶稣为什么说 你们心里不要担忧 你们信神也要信我 我给你们预备住处 我预备好了以后呢 我再来接你们 我在哪里 叫你们也在那里 我就是为了预备这些的道路 真理 也是永生的生命 父的家呢 是永生的人才进去的 耶稣说 我是道路 找耶稣的人呢 才能去的 所以你们不要被非真理的 而欺骗 神的国里边呢 是带着神的儿子的生命 到那里面去活的 因为是富的国度嘛 当然儿子呢 要到那里去活的嘛 一个国家呢 有王宫 那百姓要进到王宫的话 我现在进王宫 我得好处啊 可是儿子呢 回复家去了 回复家 进王宫的人呢 会舒服的 还回复家的人 舒服呢 那进王宫的人呢 这个绅士呢 调查呀 他带的是什么呀 都在检查呀 彻底的呢 检查完了之后 没有什么危险 有理由进去 然后有允许 有命令 看着进去 可是儿子呢 我爸爸不让进去 不会是我的家 我爸家就是我的家 所以这就是全民啊 这大门是开放着的 父亲的房门是开放着的 可以到父的旁边去坐 可以去听父说话 可以去想着父的全民 可以使用这个全民 所以这就是有了神的 而生命的 但是你们有这生命的回答 阿妹 说话叫你们高兴 这是一个事实 亲爱的各位 本来不和鬼 他就是抵挡神 那么被神的 困在黑暗坑中 等候大事审判的 他是被捆绑的一个存在 那结果还来试探神的儿子 何况他对我们呢 何况对我们呢 所以呢 我们这个肉体的机能 智能 达不到魔鬼的样子 我们这个机能 不像魔鬼那样了解灵界 所以我们常被他欺骗 意思呢 每到礼拜时间 我们就讲到 是为什么呢 就是你不要被我们这么骗 如果你被欺骗的地方 你要悔改 如果你身边有丢失的呢 你把他找回来 大家要不承认吗 刘大叔六节 要有不守本位 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 足用锁链 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 等候大人的审判 关在了黑暗里 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关在黑暗里呢 魔鬼的这个作为 就是永远的 也不能得到 神的恩典的眷顾 永远不能蒙神的爱 我们呢 也是在罪里呢 被关在黑暗里的 我们也是被关在黑暗里的 可是呢 耶稣光来了 而且光就是生命 大家我们理解的安美 所以只有我们 黑暗里倒塌 他对魔鬼呢 他仍然不能蒙神的恩典 仍然被关在黑暗里 所以这黑暗呢 就成了他的武器 他就叫人不知道 他就欺骗人 他老是用黑暗的权势呢 来做工作的 因此呢 圣经理人就说 魔鬼呢 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 所以就气愤愤的 下来 下来 被赶下来 他要允许守神的敬命 耶稣主耶稣 他就是福音的整个人 为耶稣做见证的人 以及他不屈服于偶像 不受受惦记的人 他在海边的争战 他站在了海边的沙上 和他争战 和他争战 谁是他争战的对象呢 就是守神的诫命 和得到了耶稣生命福音的人 敬拜神 不拜奴向的人 知道自己是神的 和上有圣灵的厌迹 也不受受厌迹的人 他们就是 魔鬼就是 不论如何也逼迫这样的屈服 所以他就挣扎着 把人呢 抓在他自己的黑暗的手里 我们要知道他的工作是不停止的 那我们要不停止的 胜过他 谁能得胜呢 就是有着生命的光照的人 谁能得胜他呢 就是明明的 有坏知识 知道他是谁的人 谁能胜过他呢 就是 知道他是拦阻耶稣福音的朝廷的人 大家要么承认的阿们 亲爱的各位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目的 如果是为了得天下的荣华 富贵的话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是因为从亚当开始遗留下来的罪 我们从主流所传出希望的行为里面 是一定死了 那我们得救赎 不是凭了能坏的这些等物 乃是呢 凭着了基督的血 都同无瑕疵无垫无的羔羊的血 所以我们才为了耶稣而疯狂 让我们理解都回答阿们 我们人类哪怕是一个人呢 一个呢是圣洁有生命的人吗 一个都没有 地球上一个都没有 所有圣经里就是说 没有一人 连一个也没有 那是圣徒保罗 也是圣灵的感动力 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所有人呢 都是在罪里必死的人 所以耶稣来呢 就是救我们的人 所以呢 祂是救主 我们大家理解吗 那在罪里死了 还要在地狱的刑罚当中 受永远的痛苦 主耶稣为了救活这样的世人 本来这个十字架呢 是定罪人当中的回首的 就人们觉得 怎么杀死他才解恨呢 所以呢 就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叫他在十字架上慢慢流干 主耶稣就是这样的 背负了我们的罪债 以他所流出来生命的血 而叫我们得活的 这个血的代价呢 是多么的大呢 这个价值呢 是叫我们永生的价值 是叫我们白白得天活的价值 是叫神成为了我们父母的价值 耶稣在我里头 我在耶稣里头 我成了耶稣保险的人 耶稣的同工属神的人 所以这是多么伟大的事件呢 这就是耶稣所赐给我们赎罪的恩典 那么如果没有耶稣的生命 而只得到了天下的荣华富贵的话 是可以生活的好的 那用心可以 只要有天下的富贵荣华就可以 所以某个现在仍然的呢 在这样的迷惑人 那我们就认为 礼拜时间来晚了 这不算什么 礼拜也没有什么必要用心 所以就是宗教的一个活动 万一有天国地狱的话 那地狱我不能去 我们家里边代代都是耶稣 那么我怎么能掉地狱呢 我也得信耶稣 如果你这样的话 你有可能制造大事的 大家我们要知道 我对自己所制造的最大的事 就是被某个欺骗而灵魂掉地狱 大家我们绝对不对自己的灵魂 来制造之关 不要给自己来带来大问题 大家理解吗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所有的人都有肉体 在天降的富贵荣寒面前 没有不被欺骗的 这点魔鬼是神神明白的 因为人呢带着肉体的要求 考虑到总是现在 现实现在 所以说呢 最诱发人的欲望的 就是这个肉体的所愿 魔鬼是神神知道的 大家我们难道还没有看清楚吗 人有肉体 任何一个人 都是切勿天下富贵荣寒的 魔鬼神神的知道这一点 各位 你们在热切盼望什么呢 那天下的荣寒富贵荣的价值 跟耶稣说是我们保险的 生命的价值 对此呢 清楚的人 那天下的富贵荣寒 就是再迷惑他也不会换到 大家我们看啊 给你垃圾 叫你呢 来和你这个大楼来交换 谁能换的 天下的荣寒富贵荣寒 就是必然要消失垃圾一样的东西 但是说这个秘书保险的生命 就是叫我们永远活着的大楼佣生 你只能谁上他的当地 他不单是给 他说一定要交换 他要跟你里面耶稣所赐的生命来交换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被他给夺去 天摩太前书的四章一节里 就说圣灵明说 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理解真道 听从那也有人的邪灵和睽谋的道理 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 这种人的良心 我们就被偶贯了 有信息的时候呢 耶稣的生命啊 耶稣的宝血是第一的 现在也是第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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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呢 因为魔鬼塞的心灵的迷惑 结果呢 就剩下取壳了 嘴上说是第一的 可是心里呢 魔鬼的要求 已经是接受了 已经是放在首位了 已经是欠击 已经在四百的交换了 悄悄的 我们不觉得 我们里面对主的热望 可慕 和那样的祷告的可慕 这么充满 传道 即使为主 来切磨礼拜 切磨完全就悄悄的 就像推草一样的推去了 可是呢 为了肉体所喜好的那些要求 自己渐渐的在变化 那看到这些的话呢 这魔鬼呢 是怎样的 潇洒的 来诱惑 来抢夺到里面的生命呢 各位 如果我们里面有生命 可以夺去的 今天我们要找回来 这是耶稣留下所赐给我们 永恒的生命 绝对不能和没有价值的交换 我家里一直都没有祝福利明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人在世上你就是挺着火 那么诗篇的九十篇的九到十节 说我们经过的日子呢 都在你震怒之下 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 瞬间就过去 我们一生年人呢是七十 都是强壮可到八十 但其中所净化的不过劳苦仇凡 结果的转眼成空 我们便如飞而去 完全都消失了 岁月不是说你能成为什么 而是你在消失 求你也是在主宰的那天消失 现在正在消失 人生你的岁月当中正在消失 这些都是要消失的 那在这里面呢 哪有能够有生产性的地方 而且呢又能生产出来什么 人们去挣扎的去生产什么呢 能生产出来什么呢 亲爱的岩石家人们 天下荣华富贵里边没有耶稣的宝血 用天下荣华富贵 绝对不能叫我们的灵魂得火 不要上了魔鬼 没有耶稣保险生命的迷惑 不过那就是叫你的肉体 掀起一种热望 任何的肉体所热切盼望的 那么对于有生命的人 是没有任何的价值的 所以我们才说 拥有新生命赞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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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耶稣基督的没有允许的那些 如果你去清新的话 那你跟主的心就是两个极端 那你必须跟魔鬼一起灭亡 我们里边有耶稣去给我们的 保鞋的属灵的富有 大家阿们 主说赐给我们的保鞋里边的属灵的富有 主说赐给我们的生命的鞋里边的属灵的权柄 就是赶走文化山的鞋里的权柄 就是灭绝罪的权柄 主属于取我们的宿罪 权柄 涉罪的恩典 天上的荣光 大家阿们 亲爱的圣徒们 那些得到了天下荣华的英雄豪杰们 那些英雄豪杰们的灵魂 就是到哪里去了呢 过去的那些人 他把灵魂拿去了呢 本文里就说24到25节 凡有血气的金都如草 他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 草壁枯干 花壁凋谢 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 所传给你们的福音 就是这道 你们重生就是因为这道 这个道创造了天地的万物 那么得到这个道的人的富有到什么程度呢 大家有没有理解吗 亲爱的各位 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呢 永远可喝的 永远可吃的 靠着这个而活的人 那他就知道自己灵魂的本质是什么 如果不知道的话 就得上当 就得上当 唯有耶稣基督是富有 是生命 是权柄 是伟大的名誉 只有他所赐给我们的生命 才能让我们的灵魂在天国的永生 这就是在数据的恩典里面 谁都不能夺夺的保险的生命 诸耶稣的保险如同无瑕疵 无垫无高养之血 喝他的血 就是他的血成长 就是他的血的移动 就是他的血的力量 就是他血的权柄 能活的人能活多久呢 就是在天国里永远地活着 不是说我天哪能听这样的道 而是那国度呢 是你实实在地要去生活的国度 耶稣的生命是你实实在在 要享受的生命 不不得人 七八十九节里就说 知道你们得赎 脱去你们祖宗所传用虚弯的行为 不是凭了能坏的 不是凭了这些要消失无用的 乃是凭了基督的保险 如同无瑕疵 无垫无的羔羊之血 要当你们所有的人 完全都死了以后掉地狱 死了以后掉地狱 因为在身边的人都做了虚妄的行为 就叫你重新的复原了 叫你靠着耶稣的生命 向耶稣的活着 叫你守护神为父 叫你靠着神的 儿子的全病而活 又做出神的事 这宝贝的行 宝贝的生活 宝贝的施工 哪里去找呢 哪里去找呢 大家我们理解吗 天下的荣华富贵呢 短暂有了以后呢 消失了美容就像藏上花 可是耶稣基督的保险 就是叫我的灵魂 在天国里得着永生的 这样的荣华的 这样的美容的 是永远不凋谢的 是不会破坏的 是不会过去的 是不会再灭亡的 这美容是永远的 所以怕死的人呢 什么样的人呢 就是因为怕死而一生 能为奴仆的人 就是呢 还在掌死权的魔鬼手下的人 我们即便今天死了 我们也能进天国 我们既然活着 我们也是靠着主 所赐给我们生命的力量 生活魔鬼 生活他的诱惑 之后呢 为了叫别人呢 也成为我这样的人 我们仍然要去传道 这就是保血里的人 所以若没有耶稣保血 这次人有什么生命呢 那这是充满了情欲 充满了私欲 充满了许多的罪 打破灵魂掉地狱的罪 耶稣的血里到了我们 那就是杀我们 掉地狱的罪筷子 就在耶稣的保血 保血面里消失了 里边永恒的生命 是这样的丰盛 我们要叫耶稣的血的生命 在我里边旺盛起来 好 大家我们一起来高举双手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我不知道呢 上魔鬼撒旦写的荡 里有多少 我里边呢 耶稣保血的生命 我不知道它是多么的伟大 现在我知道了 主要帮助我绝对不要再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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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让我成为保血的人 主要叫我成为生命的人 主要让我里边有保血的知识 有保血的权柄 有保血的富有 有保血的美容 有保血的名誉 求主来饶食我没有能这样的活 我们在保血的悔改的时候 里面的新生命才复苏 新的权柄 新的富有 新的生命都要充满我们 一起来三公主祷告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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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